也不感冒了 菲尔巴哈 也不是彻底的唯物论者 他在自然领域 看起来是唯物的 但是在社会历史领域 却是违心的 他不懂得 历史是人活动的产物 人具有主观能动性 可以通过实践 来改变历史 没错 看来 社会历史领域 也需要辩证法 辩证法和唯物论 合二为一 才是正确的 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 是实践的 人的社会实践 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对 哲学家 不能只是用不同的方式 解释世界 我们要通过社会实践 去改变世界 实践改变世界 实践改变世界 卡尔 你真是个天才 我看到了 全新世界观的萌芽 恩格斯 我们一起让这个萌芽 变成参天大叔吧 看来 菲尔巴哈 拿不到他那份稿费了 哈哈哈 哈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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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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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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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哈哈哈哈